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当地时间13日签署2019台年国防授权法,该法案包含支持强化台湾军力,建议推动美台联合军援等数项攸关台海防御的条文,令中国为之跳脚。 今14日,中国外交部在记者会中表达强烈不满,美国总统川普签署2019台年国防授权法,NDAA,该法案认为美国应该支持强化台湾军力,建议推动美台联合军演,扩大双方军事交流与联合训练,派遣医疗船访问台湾,作为年度太平洋伙伴任务的一部分。 对此,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回应,感谢美国总统、行政部门与国会,对中华民国长期以来,扮演区域和平、稳定角色的支持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中方有何看法。 陆康表示,中方已多次表明立场并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,对于美国不顾中国坚决反对执意通过2019台年国防授权法表示强烈不满。 陆康再三呼吁美国,并弃冷战思维和联合博弈理念,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,以免给中美关系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损害。 感谢观看